日本東京電視台目前正在播放的寵物小精靈XY&Z 最近引起不少網民討論 原來Pokemon下星期的動畫預告出現了超乎想像的場面 小智和動畫女主角莎蕾娜兩位靠得好 兩位瞬間還出現了心跳面紅的表情 甚麼寵物小精靈何時變成成人動畫呢? 有一位網民看到這樣的場面 就覺得小智是否已經破了柱呢? 其實那集的故事說到小智病了 元首希特龍兩兄妹去了城鎮買藥 怎知意外地製造了小智和莎蕾娜獨處機會 由這集的預告可以看到小智在她面前真是紅都面 不是,是面都紅了 眼睛給人感覺,沒甚麼精神 可能是發燒的關係 不過一看她們兩個的樣子 完全跟日本戀愛動漫的表情沒甚麼分別 我們觀眾作為旁人 見到這對疑似乾柴烈火 對於過往一直是愛情絕緣體的小智 反應真是跟火箭兵團一樣,勾嘴 亦有人在社交網站 Twitter 留言 惡搞她們兩個真是乾柴烈火的對話 除了觀眾焦點放在這裏之外 還有塞雷娜藝裝成小智 和露仁吉米的比卡超決鬥 究竟塞雷娜帶著小智萬年拍檔比卡超 會拆出甚麼火法呢? 到時動畫自有分解 不過見到師妹穿著小智的服裝 是不是以後應該叫她室爺呢? 寵物小精靈出現主角對異性有興趣的場面 不是第一次 最早出現是石英聯盟時 當時小智對著照片中的女仔面紅 一群年輕的觀眾可能會覺得很驚奇 估計當時編劇只是調整動畫定位 之後也少有這種情節 今次寵物小精靈XY&Z加入了不少戀愛 元素在裏面 好似上個星期 元首在路上結色沙沙啞都出現了不少曖昧情節 有人認為動畫組是想玩救上一輯動畫 寵物小精靈超級願望劇修士 如果要 зан個星期 不算 analytics 你給你看看 一群英雞一贏 對 那是 你給你看看 我讓你過來了 對 你給你看看